成龙与美女网红现身餐厅,被爆吃三碗饭胃口好,女方穿背心绣身材 7月27日,美女网红左岸肖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分享了一组合影,曝光了成龙的近况 近照中,成龙与左岸肖现身高级餐厅,餐厅装修很是豪华,后面的雕花屏风十分抢镜 左岸肖以白色背心配花纹长裙,大袖完美好身材 她将一头乌黑浓密的绣发扎了起来,再配上粉嫩的妆容,造型靓丽,让人一下子一步开眼睛 提起左岸肖的名字,可能有人不太熟悉 她称得上是网红鼻祖了,很多年前已经活跃于社交网络上 她虽然自称是演员,但演过的戏很少 更多的时候,她以时尚博主的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她的时尚资源超级好,经常被各大奢侈品牌邀请参加活动 甚至走过嘎那电影劫红毯 左岸肖认识不少明星,翻看她的社交账号 可以发现她跟张岚汪小菲母子,晋东,李小璐都是朋友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她竟然跟国际巨星成龙有交集 这次露面,成龙穿遮标志性的糖妆,脸上戴了一副黑矿眼镜,打扮斯文 已经68岁的她,身材完全没有发福,精神状态非常好,十分老当义壮 据左岸肖透露,成龙在餐厅连吃了三碗饭,胃口相当好 左岸肖直言,这是对餐饮实体人最大的支持 另一张合影中,前时尚杂志总编辑苏芒也出镜了,她穿了一袭白色裙子 长发披散在肩膀上,再配上清淡的妆容,依着大方得体 一起合影的众人,心情非常好,对着镜头露出灿烂的笑容 细心的网友应该留意到,左岸肖的IP地址在河北,也就是说成龙目前身处河北 事实上,成龙这些年将事业重心转移到内地 一年下来她有一大半时间在内地生活